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情 是我的前世情人 热爱 是我的今生今世 疯狂 是我的永恒不坠 Let's phone单车 让我们的热度永远不变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如 我是哲全 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很多好朋友 跟大家分享单车的生活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单车越来越跟各个层面 都可以做很多的结合 对 而且大家骑车出去喝咖啡是一定会做的事情 对 喝咖啡吃美食嘛 对对对 这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对 那在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很会享受生活的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海伦咖啡有限公司的林胜龙 还有黄淑美大姐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海大根海嫂 大家好 好 所以海伦咖啡有限公司就是顾名思义就卖咖啡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咖啡一开始是谁先想做的呢 是 当然是我太太想要做的 哈哈哈哈 就是海嫂 海嫂想做这样子 好 但是因为既然是单车嘛 所以一开始这个海伦咖啡很多车友都会去 所以一开始有想说这个客群就是要锁定在车友吗 还是是 并没有耶 因为一开始我们坐那个行动咖啡车的时候 那几年啊 刚好也是台湾这边的那个单车运动 刚刚开始在兴起的时候 大概我们应该是1999年开始坐的啊 在第一部咖啡车是在五指山那边嘛 对 那一开始其实一天去骑车上山的客人啊 对 大概都只有两三个人 哦 真的哦 对 但是很快的啊 哇 那几年之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到到2003年的时候哦 几乎早上整个整个早上都是骑单车的客人 哇 嗯哼 对 所以从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蛮多人在骑车 对对对 那我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哦 就是就是车友去喝咖啡啊 然后后来大家都认识啊 大家就不断的邀约我跟他们一起骑车啊 所以我大概就是在04年03年的时候也开始骑车这样子 哦 所以海嫂有跟进吗 海嫂在旁边拍拍手 哈哈哈 没有被拖下水 所以03年04年就开始海大就开始骑车了 对 哦 那时候入手的第一台单车也就是公路车吗 没有我刚开始是买登山车 那登山车骑了大概两三年以后啊 就是才改骑公路车的 是因为在山上的关系 所以就先骑登山车 开始啊就认识很多单车达人啊 有很多人对脚踏车很有研究啊 他就会告诉我们很多脚踏车的故事 听了就非常向往 所以一开始您开始骑车的时候 还少有任何的意见吗 比如说觉得出去的时间太长啊 或是觉得很危险啊 骑车啊就比钓鱼实在是好太多了 我以前很喜欢钓鱼啊 钓到老婆都快换脸 但骑车因为很健康啊 你会运动啊 老婆会看得到啊 就是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担心这样 所以海嫂觉得海大出去骑单车 就会有比钓鱼好吗 对健康方面它是成果很大 成效很明显 哦真的哦 真的 怎样的明显呢 第一个就是身材 身材 对它会更精炼 然后对于它有些就是痛风方面的话 再犯的距离就很少 哦 所以身材跟就是疾病的问题都有被改善 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啊 新陈代谢会比较好 对啊 就比较不会有各方面的问题这样 所以骑单车大家都会常讲说 像有些人可能昨天晚上应酬 今天早上就大家都说我去排毒 把身体的毒素给排毒 因为有些因为工作方面没办法 你必须要去应酬嘛 对所以有些车友是业务啊 或是他们都说我去排毒这样 这是一种补偿作用就对了 可是因为海大以前钓鱼的时候蛮疯的对不对 对啊 很疯钓鱼 非常疯狂 非常疯狂 再讲一两个疯狂的事迹好了 所以有什么疯狂的钓鱼事迹呢 钓鱼哦 钓鱼就是 钓鱼钓到后面我们都想要自己买船去钓鱼 这真的很疯狂 真的 真的 我还 是真的已经买了 早期已经买一条小船了 然后后来还跑去考那个小船的 动力小船的驾照 哇塞 然后因为一开始有 有那个钓友说 我们何之买一艘小小鱼船去钓鱼好了 然后大家就很有兴吃啊 然后就开始去考那个动力小船的驾照 但是很可惜 等会我们考完那个动力小船的驾照没多久 大家都散掉了 好不容易考到的时候就大家都没有聚在一起了 对 因为那些钓友后来就是 大概就外派到大陆啊 到国外各个地方去啊 后来就有一些很好的钓友就全部都散掉了 会觉得有点可惜吗 对啊 还好后来过几年就开始单车的车友就出现 弥补了空虚 对啊 不然就觉得人生很寂寞 不过那群钓友散去应该最开心的是海手 对对对 他最高兴 我以为说想说 讲这个钓鱼的疯狂经历 应该可能就是比如说远赴哪里去钓鱼这样 想不到这疯狂 一定疯狂到已经买了一艘船 那真的是有点疯狂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是因为疯狂钓鱼是一回事嘛 但是疯狂骑车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疯狂 就是开始封单车之后 有没有什么去哪里骑车啦 或是开始环岛啦 这样的经历呢 有啊我们很早的大概好像是05年的样子 05年齁 我就威胁利诱我们两个小孩 我一个那个当时小孩一个国医啊 然后一个是高医啊 我就利诱他们说 哎你我们去环岛然后回来 我就奖励一下 就奖励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大他很想要一个那个绘图板 嗯 那个一个那个时候一个好像是一万多块嘛 他自己他自己没有钱可以买 我说哎 阿曼你陪我去环岛然后回来我就买给你 哦 哇这真的很大力哦 就去了 结果环岛回来他们从此再也不骑车 哇这个 因为东西买到了啊 哦 他的目的达到了是不是 应该是说一开始他们接触完的时候 嗯 骑早上车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强度就拉很强 哦 然后他们之前都没有骑 那顶多是海滨骑一骑而已 那一开始强度拉很强 然后连续七天 那个时候是冬天然后下雨 有的时候在南回下雨的时候 也很累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啊 这真是辛苦 一天就是一百公里这样骑 嗯 回来以后啊 就没有那个动力了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个兴趣 哈哈哈哈 很可惜真的 海滨骑那时候 呃 在环岛的时候是负责开补给车 对 我负责开补给车 然后我都跑到前面 嗯 就是让他们 再慢你也没车可以打 哈哈哈哈 对因为我刚刚都想说 哎那这样小朋友会不会想说 骑累了就上车休息 我们通常就是早上就约点 我们大概中午到哪里 我都会先到那里去 嗯 就先出发到那边等他们这样子 果然是没有机会搭车 哈哈哈哈 那途中他们有 Lockland啊 Potland的 就 带队的要负责 哦 所以林大哥这时候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 祭司 就是 嗯 所以海大在环岛出发前要去学习一些换胎啊什么的 有有有有去脚踏车垫恶补一下的 哈哈哈哈 但其实还好咧 我们一路上下去哦 大概到了南部啊 后来我研究发现 大概就是南部那个路边哦 他车子一走 他那个沙有一些碎玻璃啊 都会喷在一个一个一个位置上 嗯 你你南部比较多啊 你骑到那个位置很容易就会被碎玻璃刺破那个轮胎 哦 真的哦 南部比较多碎玻璃 因为南部那个马路 公车在走的时候 他会把穴穴往旁边喷 嗯 脚踏车刚好就走在 边边 路边 对 刚好就是经过就很容易破 破了 嗯 所以小朋友在环岛的时候 开始觉得很辛苦 因为七天对不对 那这七天应该前几天 小朋友就开始觉得 不开心 会吗 会需要海大会 需要一直鼓励他们吗 应该也还好啦 其实说唯一的很辛苦是刚开始屁股很动 哦 连我自己都是 我就想要 哎 我可不可以不要骑了 哈哈哈哈 但是想到啊 好不容易把小孩骗出来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蛮不容易 因为国一跟高一其实已经算蛮大了 嗯 应该这个时期都是比较喜欢跟同学出去 嗯 的时期了 对 所以还愿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来 算是 就这么一次而已啦 就这么一次 刚刚海大弹了 就这么一次 没有 到现在 性质还是提不起来 可是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对不对 对啊 所以那一次骑环岛就从 就这样七天就骑了台湾一整圈 对 嗯 有在这过程当中比较特别难忘的吗 是还有除了住一般的饭店跟亲戚家之外还有录营 对我们因为过完年啊 嗯 就是到台东啊已经已经过年了嘛 那根本民宿啊什么任何而且台东我们没有亲戚 哦 所以我们我们那天很好我们就去那个陆野陆野国中还是陆野国小 嗯 就去那里搭帐篷在那里陆野 哦 诶是本来就一开始有规划说有可能会露营吗 有有有 因为一开始就那里就订不到房间啊 就没办法 所以那个露营的地点是到那边才找还是说本来就知道那边是可以 我们到那边才找 哦到那边才找哦 对 真的哦 反正就去学校啊 因为寒假期间啊 学校都没有人啊 就去找学校就是最 比较安全啊 嗯 对啊 而且他也有厕所啊 有什么 对啊 你要关系 要洗澡什么也方便 简单的关系也还蛮方便的 嗯 所以海嫂那时候要知道说没有饭店的时候有想说要打退堂鼓吗 没有还没出发就知道啦 那个时候帐篷带着 哦就带着就好了 所以其实车上有帐篷就比较不怕后续的至少有地方住了 对 嗯 但是那你们有骑梳花公路那一段吗 小孩没有骑 我个人也有骑 哦真的 那天很好玩啊 就是因为我们骑梳花回来那天好像是初几 初四还是初五的 嗯 初四 那天是初四 然后梳花公路塞车塞到不行啊 哦真的哦 因为骑梳花会有好几个上下坡 嗯 然后只要在上坡的时候啊 那个塞车的车阵就会慢慢追过我 然后好多人帮我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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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一下坡的时候我会追过他 他会说哎他又来了他又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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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开车的人变朋友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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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所以海海少是开车在后面 对 就塞在车阵中 对其实我们两个到苏澳的时候差不多同时 对 而且他途中还破了 呃破轮换过轮胎 我破过两次轮胎在和平的 在和平破过两次轮胎 嗯 是因为 第一次可能是赤到 然后我就换了一条轮胎 嗯 但是可能没有换好 被夹到 骑一骑没躲也又破掉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那真的还好有 有补给车在 对 不然的话这样破胎真的是有点麻烦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子骑一趟回来之后有立刻瘦了三公斤吗 没有 没有 哈哈哈 胖了三公斤一定有 因为啊我们我们台湾实在是太方便了 你看沿途全部都有7000啊 然后只要骑到有7000小孩就要停下来 就要买东西就要吃东西 结果回来大家都胖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反而没有瘦 所以想要靠环岛瘦身就算了 哈哈哈哈 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了 可是可是回来之后海大还是在继续骑车 对不对 继续骑车 还有一个更好的车 继续骑 哈哈哈哈哈哈 对而且海大在他那个细子的山区 现在只要假日那边是搭车友朝圣地区啊 那好像就是一个休息空间开放的休息空间 嗯 然后大家都在上面喝咖啡 嗯 对因为海大烘豆子都是在都是在山上烘嘛 哦 嗯 所以后来这个咖啡开始变成一个车友间的一个媒介 所以一开始有想到说会变成车友之间的一个话题吗 还是说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做起来 然后去呃开始跟车友一些接触呢 呃一开始是没有想到啦 只是说因为后来哦 就是这些运动的人其实都是很有毅力啊 嗯 就几乎每个礼拜大家都会骑车到那边啊 啊久了大家都认识啊 都变成好朋友 嗯 就变成一个固定客源这样子 哦 所以慢慢的就跟大家一起骑车 对 其实我把那边定位成海伦咖啡俱乐部 嗯 就是单车跟咖啡的每周一聚 嗯 每周一聚 对 嗯 真的 不过我想请就是海盗或海少来分享一下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呃 不曾去过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我们只要几个朋友约一约 我们一样也可以骑过去那边 大家一起做呃 比如说咖啡的交流 或是单车的一个交流呢 然后可以啊 我们工作室随时都很欢迎 嗯 我们工作室是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上班啊 哦 对 你们是周一到周五 对对对 那我们工作室刚好就在 五指山啊 从内府这边上山的 在半山上面 哦 就是中间的休息点这样子 对对对 那假日哦 现在假日那边海伦大概只要 只要早上起床啊 嗯 就是地是干的 我们就会就会开张 咖啡车就会上去山上那里 大概假日早晨哈 嗯 就差不多六点钟左右哈 对 我就会大概会跟车友们发布说 嗯 今天早上山上天气怎么样 有没有下雨 哦 然后海伦要不要开张 哈哈哈哈 我们话都花在line啊 然后line的那个群组啊 跟那个海伦有一个 有一个粉 粉丝团 有一个粉丝团这样子 哦 就是让车友知道说 今天山上是不是适合骑车 对对对 上去有没有咖啡可以喝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好方便哦 嗯 好那天下这里呢 我们先稍微设计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海伦咖啡林胜龙 我的单车名言是 骑单车喝咖啡 享受美好的人生 快来跟我们一起X风单车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回到单元当中进行的是 单车生活家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单车故事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发现单车可以跟很多个层面做结合 比如说美食、咖啡、教育、养生 各个都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连结 在上一段我们也听到了 海大跟海草所分享他们环岛的故事 不过我觉得我刚才私下就问了海大一点 两位既然这么喜欢喝咖啡 那在沿途中是喝自己的咖啡 还是沿途去品尝不一样的咖啡呢 可以请海大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们通常出门自己会带咖啡 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喜欢去喝别人的咖啡 因为台湾有很多人 其实咖啡这个部分做得很好 尤其是这几年有很多年轻的一辈 他们在整个咖啡的领域都做得非常出色 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啊 不管是那个八台师傅的比赛啊 或者是烘培的比赛啊 常常都能拿到冠军回来 对 所以我们台湾在咖啡这一块啊 其实是已经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国际级的水准了 对不对 所以像两位会经常去跟一些咖啡的同业 同行去交流讨论吗 会啊会啊 只要有机会的话都不会放弃 而且最近还想要去做产地拜访是吗 对 我会把秘密的泄露 这是你 我怕我把秘密讲出 我们明年应该会去中美做一些国家拜访 台湾目前是不是没有 是有种植咖啡吗 有有台湾还现在差不多已经回复到日记时代的种植面积了 差不多应该有应该有八百到一千公顷吧 就全台湾加起来这样子 对 那台湾种植的咖啡豆 在台湾种植条件好吗 跟国外的种出来的味道 某些情况下是很不错的 对 但是还是要看当地的那个气候跟土壤 对 现在台湾最有名的咖啡就是 好像什么 骨坑嘛 骨坑咖啡 对 我们就我们比较一介平民所知道的 外行看热闹 骨坑咖啡是最有名的 但我其实比较喜欢 比如说阿里山那一代 阿里山的咖啡 阿里山那一代大部分都在 特户野啊 达邦啊 李佳那一代的咖啡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阿里山我们认知是茶 什么咖啡也不错 他也有蛮多人 这这十几年来啊 有蛮多人改种咖啡 所以我们下次去阿里山 其实可以去专门去寻找看看咖啡 那个达邦那条路很适合骑车 不过那个可能有点挑战性 那个是嘉义线的169线道 就从阿里山公路那边下去啊 他好像可以通到那个 那个叫大湖的地方嘛 可以从翻路这边出来 对 那一条路我骑过几次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骑脚踏车 脚踏车也可以就是比较具挑战性 但而且在这边还可以寻找到不一样的咖啡来品尝 所以海大是有骑单车在那条路上吗 我们有去李佳那边骑过车子 但整条路骑没有 就是分段分段的这样骑 对 但是因为阿里山的环境算是蛮好的空气也很好 所以在那边骑车应该是蛮舒服的 所以在台湾其实有蛮多人在经营咖啡这一块 也是越来越多的对 尤其看到海边那么多行动咖啡车 你想说 我是十足 我觉得 我突然想起了一点 我觉得可以请海大跟大家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早期在做咖啡可能会比较好做一点 但现在评价咖啡啊 或是大家喝咖啡的人口可能从原本没那么多到现在越来越多 相对的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的利润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就是海大去如何去排除这一部分 会不会觉得说你真的出来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人家评价咖啡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啊 或是说自己的一个经营策略是不是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应该还好啦 就是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比较 算是比较精品咖啡的这个区块的客人 那整体咖啡市场蓬勃 其实对大家是好事情 因为你一开始接触咖啡的人啊 大部分都是从这些评价的咖啡入门 那久了啊 通常我们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更好的东西啊 更好的咖啡 更好的脚踏车啊 对啊 所以就是久了 但他懂了咖啡以后啊 就是那种评价的咖啡就没有办法再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他一定会往更高端的部分走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海大跟海少是把自己这个海伦咖啡做出一个他的不一样的区隔心出来 对所以一开始海少接触咖啡是在什么时候呢 很早很早 非常早之前 那后来开始去咖啡店工作跟自己开咖啡店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非常不一样啊 因为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抬钱 那你自己当老板以后 你就要从 从零开始到抬钱 其实幕后有很多 是很辛苦的 在吧台只是展现 你要呈现的那一面 他的 他的背后有很多 需要下工部的地方 嗯 背后从什么 背后经营管理啊 我很多朋友他们都很想说开一个咖啡店是他一生的梦想 对对 他们都认为说开咖啡店是很浪漫的事情 对啊 其实是喝咖啡才是很浪漫的事情 哈哈哈哈 有点像是那种餐厅老板 他都讲说要开餐厅拜托你不要开 你来这边吃就好来享受就好 因为你看不到我们背后的痛苦 嗯 所以背后包含从挑豆子 然后到后面的整个过程 其实都是自己亲手 对 其实选豆子到烘豆子 烘焙 嗯 包装到运 到最后一杯的呈现 我们都是 就是一手 包办 对 但是经营一家店不是只有一个豆子而已 嗯 你还有其他各方面你需要考量的事情 嗯 所以那是最浪漫的部分 大家所看到的 嗯 真的 然后我们最近看来 我觉得中咖啡豆的更辛苦 嗯 比我们更辛苦 嗯 就算农民了 对 嗯 我有去过那个管前路的海伦咖啡 因为管前路海伦咖啡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据点 对 对 这个地方很棒的一点是 他喝咖啡以外 他后面区隔出来的是跟艺术家做结合 他有一些的展览 对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展览出来 对 所以要看海大跟海少师跟哪一个艺术家做合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啊 那个其实哦 嗯 绝大部分都是车友 哦真的吗 车友哦 有很多 其实车友里面真的是 卧虎长龙 真的 哈哈哈哈 就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那像 像他们有一些会摄影的专家 嗯 就有 就前几年开始就有车友跟我提说 欸 我们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啊 嗯 他去过我们管前路啊 他就说 那可不可以在你们店那里 那里展览 有些展示 这样子 嗯 嗯 然后 然后他还问我说 这样子要收费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是跟他说 如果有你们觉得适合的话 是可以 是可以来 来试试看 不用收钱这样 就是自己摆设这样 那海大就提供一个场所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点 对啊 或许哪一天我们也去这边办个 跟海大沟通一下 我们来办个单车咖啡厅有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就单车跟咖啡结合嘛 然后大家骑单车来 然后就 我们人也不需要太多 对啊 对就 讲座就由海大跟海少来谈 对 然后就是 坐着享受就好 浪漫的咖啡是怎么喝 但是我们后端不要去想 哈哈哈 辛苦的部分 对 因为辛苦就可能就交给海大他们来做了 对对对 不过在咖啡里面啊 因为我们在开路前 有先喝了两味的冰滴咖啡 所以冰滴咖啡是最能够呈现咖啡的味道吗 嗯 某些齐就是 比如说像那种花香啊或者是水果香建厂的豆子 嗯 我觉得非常适合用冰滴的方式来呈现 嗯 嗯 它呈现出来的香气哦 嗯 甚至比你用热水冲泡的哦 嗯 还要好 嗯 那像冰滴咖啡 比如说像冬天啊 嗯 我们就会想喝热的嘛 对 那像这种有果香味道的 还是大部分都是以冰的来呈现吗 还是说它也其实可以用热的 它一样可以用热的啊 嗯 而且我们最近在试验啦 再把冰滴啊看用 用抹走方式重新再把它加热 嗯 看看它味道 味道会 会怎样 等试了 我们有比较好的结果 再跟大家报告 哦 台长会不会想说 哎 你怎么把秘密讲出来 哈哈哈 不过我想请教的一点就是 就是我们在喝美式咖啡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好像它比较淡一点 就是喝不出就像我们刚喝的冰滴咖啡 它原始的原豆的一个味道 嗯 对因为烘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烘焙就是日晒或是水洗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风味的呈现 对 但我刚刚就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 在我们喝美式的时候 嗯 不是喝拿铁这种加没有加任何东西的时候 它那个味道好像喝不大出来 对 我们可以就是请海大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喝美式的时候 它比较没有这么的味道这么的容易呈现吗 嗯 一般齁我们现在所谓的美式咖啡啊 其实大概都是就是意大利式的咖啡啦 它是Espesso 嗯 加水把它稀释 嗯 这是早期哦 可能意大利咖啡刚传到美国的时候啊 美国人其实是喝不太习惯那么浓郁的那个Espesso 嗯 所以他们就把它加水 加水稀释成他们喜欢的那个浓度啊 嗯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喝的美式咖啡 大概就是Espesso 把它加水加去这样 哦 所以它的豆子的味道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就相对的会被稀释掉 像一般做Espesso的豆子哦 大部分都是混合的 嗯 混合的豆子哦 它可能个性不会那么鲜明 嗯 对 它就是用一般的豆子啊 去把它做一个比较调和的味道 嗯 所以它个性就不会那么鲜明 不会像我们一般所冲的一些单品的咖啡 或者是冰滴的咖啡那样子 它会有很鲜明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嗯 诶那我很好奇 那海嫂您自己本身最喜欢的豆子 或是咖啡的味道大概是哪一类型的呢 嗯 我比较喜欢非洲的豆子 非洲的 它的味道比较狂也有个性 嗯 每一支都有 哦 嗯 比较狂也就是说味道比较浓吗 不是 它比较有自己的个性 比较有不同的味道 对 蛮特别的哦 就是海大跟海嫂他们称咖啡喝出来的感觉叫个性 嗯 嗯 我们我们顶多是什么味道 比较酸色 嗯 比较不一样 嗯 对 所以会不会有个心愿是要到全世界去喝片咖啡呢 其实在台湾就可以喝到全世界最好的咖啡了 哦 就在海文咖啡 这几年 这几年 台湾在咖啡界蛮有分量的 嗯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人口少 对 所以我们消耗的咖啡不算很多 嗯 嗯 但这些像现在每年哦大概五月六月啊有时候会到七月哦 嗯 这些中美洲这些有几个很有名的国家哦 很有名的那个咖啡庄严啊 嗯 他们的咖啡豆啊都是西游很西游的咖啡豆 嗯 他通常都在网路上公开拍卖 嗯 这些拍卖的豆子哦 嗯 大部分 都是台湾跟日本人买的 哦 哦真的哦 对 都亚洲这边在喝 对对大部分就是亚洲市场 嗯 才会喝咖啡才会这么讲究这么细致 嗯 西方人反而比较少 嗯 那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嗯 我们对台湾跟日本这两个地方 我们早期我的认知是喝茶 嗯 比较多 喝茶比较多 可是透过海大的分析 以及我们在买豆子 台湾在喝咖啡的这部分的人口 我发现是有点逆向成长的 嗯 咖啡哦 这十几二十年来哦 都是每年都成长很多 嗯 整个市场是一直在扩大 嗯 对对对 所以相对的懂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 嗯 那你看像这些精品咖啡的拍卖啊 嗯 就是 我看了一下今年去年的资料哦 对 大概 几乎百分之六十哦 是台湾跟日本人买的 哇 那我们买的不会比日本少多少 都差不多这样子 有时候 有时候还会比日本多一点点 那日本人人口是我们五六倍吧 对 日本人超多的 对 所以按比例来讲我们台湾是第一 咖啡是台湾之光 这些精致的咖啡啦 对 我们喝咖啡喝到台湾之光 哈哈哈哈 如果我最好奇的是 大家都是要说那什么色香猫咖啡 色香咖啡是不是 对 说是很好喝的咖啡 对啊 所以两位有喝过吗 欸 我有试过啦 但因为我们这里哦 有些去去印尼观光啊 或者去其他地方观光的那个朋友 他回来他就带 色香猫咖啡回来试试看 嗯 但咖啡哦 其实你咖啡本身哦 只要是他本身有就是地理条件很好 嗯 气候很好 然后品种很好 种出来是很好的咖啡 嗯 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处理 嗯 他就是会很好的咖啡 哦 对 色香猫那个早期 早期是在树林里 也发现野生的动物 会有排泄物啊 会有排泄物啊 对 对 所以他们是处理这些 就是色香猫的那个排泄物啊 嗯 对啊 我猜啦 那个应该是 就是动物 因为他会去挑选食物嘛 好的 就他 他知道哪些食物是最成熟 最好喝的时候啊 嗯 他去吃那些东西 豆子本身品质就很好 哦 对 然后听说是经过他的肠道的菌 嗯 消化 花效以后 会有特殊的香味 嗯 但 一般 我们如果喝一般的咖啡啊 主要比如说像现在中美洲那种 鸡虾的品种啊 嗯 他咖啡本身就具有那种特殊的花香味 嗯 对 或者是那种橘子叶的香味啊 嗯 对啊 其实不需要经过特殊的处理 嗯 他本身就很有味道了 对对对 哦 好 所以今天对于咖啡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对 对啊 那个色香猫就是后来我们会不太推荐大家喝 是因为 嗯 就是 开始大家欢迎这个很欢迎这个咖啡的时候 嗯 就开始有人去捕捉野生的动物 然后把它关在笼子里 想捕它吃的东西 就是看起来对那个动物 不是很友善 不是很友善的状态 嗯 去喂养它 对 而且它在野外它其实是扎实性的动物 对 它不是只有吃咖啡而已 嗯 那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几乎就只有给它吃咖啡啊 嗯 那就反其道而行了 对 嗯 哦 所以对 对 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友善动物的方式 对对对 去喝到的咖啡 所以我 我是 我是认为 就是咖啡如果你本身品质就很好了 嗯 其实是不需要经过这些 这些特别的处理 对 嗯 了解 嗯 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聊单车 也聊咖啡 对 那 最后还是有没有什么要 特别分享 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可以请海大跟 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 如果 未来想创业 因为有很多人就像 我们私下聊的时候啊 刚才 在海大他也有提到说 其实创业是很辛苦的 嗯 那我觉得可以请海大 就是这一路走过来到海伦咖啡 他做出了一个规模跟一个 就是一个成绩出来 可以给一些年轻的后进一些建议 嗯 嗯 像要开 要开一个咖啡店啊 要创业 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嗯 就你只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啊 对 就可以把店开幕了 嗯 但是其实哦 你真正的挑战是你店开了以后 嗯 才开始的 嗯 就是店开了以后啊 有时候 你光是那种 对咖啡的热情啊 其实是不够的 嗯 就是 一旦你的资金跟店 跟那个 跟那个热情都烧完了以后 你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真的 挑战才大 嗯 所以大家开店前要先想清楚 对 其实像我们开店之前啊 就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成功的例子 嗯 对 但是我们开店之前啊 其实除了去研究那些成功的案例啊 嗯 其实你更该去研究的是失败的案例 嗯 但失败的案例通常不被看见 对啊 我们很 我们很难接受到这方面的资讯 嗯 对 这个就要靠每个人要 可能要自己要去注意这方面的讯息 这样子 嗯 好所以 因为别人的失败其实是可以给我们 一些借鉴 很多的借鉴 嗯 去看看别人失败的原因 然后从中去改善 对 嗯 好 那在今天的单子当中呢 也再次感谢海伦咖啡有限公司的 林顺龙林大哥以及黄淑梅大姐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海大跟海嫂 谢谢 谢谢 你是用单车享受生活的人吗 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单车故事吗 快拨打0988873836 来与听众分享你专属的独特经验 单车生活家单元 等你哦 dj 小周 guided 对 你 那 咱 �